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自己也是花了很长时间 才明白自己对对方的 好感原来是爱情 这件事情原本应该以更好的方式来告知广大粉丝 但是很遗憾 没能如愿 对此他感到很抱歉 李准基随后又表示 他对自己在我耳边的Candy的表现有沉重的责任感 因此要向所有喜欢我耳边的Candy节目的观众道歉 今后他一定会以更加真实更加谨慎的言行来回报大家对他的支持 我耳边的Candy是一档通过艺人之间的通话来展现艺人真实面目的节目 在李准基与全会宾的恋情曝光后 就有观众指责李准基在与全会宾交往的情况下 还在节目中与朴米宁玩爱美 是欺骗我耳边的Candy 观众的行为恋情曝光 李云迪夜会神秘女子 并一同回家过夜李云迪与神秘女子近日 有星探拍到钢琴王子李云迪夜会神秘女子 李云迪携该女子酒吧与友人欢聚之后一同回到家中 据了解 该女子当天从未离开李云迪家 难道该女子是李云迪的新女友 据了解 李云迪去年九月分手与哥大女友田飞分手 如今 这名神秘女子究竟是何身份呢 梁朝伟刘嘉玲合体现身 亲密拥抱秀恩爱 2017年4月10日训上海 10日晚2017秋冬上海时装周 明星观秀刘嘉玲与老公梁朝伟现身 梁朝伟和刘嘉玲一同现身 刘嘉玲一年兴奋 两人大撒狗粮人民的名义 整剧就他被网友骂惨 扮演者赶紧换台核心提示 有网友认为 这部剧中正胜利的角色意义不大 戏份太多 宣兵夺主 网友称看到他出现就快进 所以他改名挣钱 其实不准确 应该改名挣快进 看本本回复道 我就这么厉害吗 凡腐大戏人民的名义热播 一大波老戏股标 戏让观众直呼过瘾 但是在剧中饰演正希 扑儿子正胜利 前的演员看本本却引发争议 许多网友在看本本的 微博下留言称他演技 太差还无端加戏 堪称本剧最大的败笔 甚至有人把他和吐槽 大会的策划人李蛋搞混 让李蛋无辜躺枪 面对众多网友的批评 演员看本本4月10日发布微博回应 因为艺术上的不成熟 所以表演差距台词生硬 对恶心到99%的观众 表示歉意 有网友认为 这部剧中正胜利的角色意义不大 戏份太多 宣兵夺主 网友称看到他出现就快进 所以他改名正前及时不准 却应该改名正快进 看本本回复道 我就这么厉害吗 面对众多网友的批评 看本本也玩起了户队 建议网友赶紧换台 有网友甚至把他和吐槽大会的策划人李蛋搞混了 甚至去李蛋的微博下吐槽 人民的名义 这部电视剧最大的败笔就是你 无辜躺枪的李蛋 不得不晒出了自己和正胜利的对比照 发微博 李能不能好好演 其实两个人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一个人有眼睛 另一个依次有眼睛 4月10日 看本本在微博上正式回应 表示没想到饰演的这么一个小角色 引来这么多的马生 因为艺术上的不成熟 所以表演差距台词生硬 对恶心到99%的观众 表示歉意 看本本在微博中也 向李蛋表达了歉意 并且狠狠地自黑了一把 看本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戏 现就职于长春话剧院演员剧团 上游新闻注意到 正胜利的扮演者看本本 还是人民的名义 B组的导演 喂 什么正胜利的戏份会这么多呢 导演李陆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电视剧里年轻人那条线 是特意为年轻人安排的 为了吸引年轻的观众 加了一些情感戏和时尚元素 以及当今年轻人的一些话题 对此 网友直呼 导演 您一定对我们年轻人有什么误解 我们并不需要感情戏 真的不需要 我们只想看达康书记 对人日常网恋情曝光 李云迪夜会神秘女子 并一同回家过夜李云迪与神秘女子近日 有星探拍到钢琴王子 李云迪夜会神秘女子 李云迪携该女子酒吧与友人欢聚之后 一同回到家中 据了解 该女子当天从未离开李云迪家 难道该女子是李云迪的新女友 据了解 李云迪去年九月分手与哥大女友田妃分手 如今 这名神秘女子究竟是何身份呢 这名神秘女子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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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风